大家好,我叫罗丹,来自广东顺德职业基础学院,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今年带来的建议题目是关于加快建设国家资格框架。 国家资格框架是一个统筹各类型的教育、培训与学习,实现学历学位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以及其他的学习成果之间的一种等值赋任的基础性的制度设计。 有一个国家资格框架,那么它有相应的国家资格等级和标准。 基于这个国家资格等级和标准,我们就能够把学历学位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关系, 能有效地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的社会地位。 那么我们的人才,无论他是获得学历学位证书,还是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对应到相应的国家资格等级里,它兑现相应的社会待遇和经济待遇。 这个人人成才的通道能有效地打。 人社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我们国家现在有两亿左右的技能型劳动者, 占劳动者总量的比例大概在26%, 其中高技能的劳动者大概5000万,占技能型劳动者比例大约在28%。 那么这两个比例和发达国家相比,实际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怎么样去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崇尚技能,去树立技能,追求技能发展的理想和志愿, 我们就非常需要这样的资格框架来作为支撑。 框架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风筝,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资源的整合。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学历学位证书体系,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地去完善和修订它。 那么另外一部分,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今天我们需要去建立的是行业企业真正认可的不同职业门类的, 这个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体系, 这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完成。 除了这两套体系, 我们还需要去开发一套国家资格等级以及相应的标准。 那至少这三个方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就不是单一的由教育部或者人事部门可以完成得了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呼吁能够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专门的机构 来推动国家资格框架的研制和建设, 或者赋予现在已经存在的职业教育工作部计联系会议这样的一个机制, 将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职责赋予给它, 请由它们来组织相应的力量统筹开展这个工作, 加快推进国家资格框架建设, 只有尽快建成了我们国家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 才能真正实现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也才能真正让人才强国的战略落实落地。 请不吝点赞讯计划